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真的不得打成告诉我了是吧 一人已经出了房间门了 我们各个电梯洞 哈喽哈喽 你好天员你好 你好 我是周伟 我觉得这个节目还蛮冲击的 提供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唱我自己想唱的歌 甚至我自己想要演绎的方式 更希望大家对于我说歌的这个能力 分享歌心情的这个情绪 能让大家认同我其实不仅是一个歌手 还是一个歌者 在当下 杨周伟的声音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吸引了大部分的年轻朋友们 他的声音的可塑性和变化 可以用诡异莫测来唱他的声音 所有的歌 加上他的诠释和演唱以后 就写上了他的符号 这是我们不太能应该要的 将有一位新的歌手登场 获得新一名的声音 xybenet 羽anted 做音樂 商量 本音乐 学 44 中国 不 达 蓬 復 文 ta 6 一 LY 余 婚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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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第一次到演播厅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身体紧绷的 就是整个情绪都 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克制 就是那个紧张的感觉 不由自主的 就从心里冒出来 每一个毛细孔 反正透露出的讯息 都是紧张紧张 是紧张的 其实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站在这个舞台上 然后走到这个演播厅 你才会有那样子的感受 在走紧张是没有办法 完全没有办法克制 我觉得这个舞台 它确实给我很大的压力 是来自于 它在每一个方面 都极尽完美 好音响 好乐手 好扁曲 那接下来 其实是好音 是不是一位好歌手 所以当然压力会到 因为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剩下就是我的问题了 等一下 我们先试一点 看看你觉得怎么样 好 好 刚才就是商量一件什么事情 等我的好笑点 刚才打探了一件军情 把所有的朋友都得罪忘了 外面是不是很紧张 对 就他们在故作这种地方 不是 你看 对 一个做之歌 是的 又不会跟他有一个公司 试一试 的 ي试一试 解釋 只能没有 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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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就来这一期 哈哈哈 因为我先说一下 那个是悠悠的位置 这个是你的 但这个位置通常是美极走的位置 你签了谁啊 我签了 说什么 签了谁啊 签了个人 男人女人 男的 代表座叫什么 他没有代表座 不可能没有代表座 他真没有代表座 因为少少都是代表座 让你觉得残酷的事情 但同时也意味着 我们将迎来一位崭新的歌手 你说他都看过咱们的节目了 他咋害敢来呢 你说 他咋害敢来呢 你说 我们把悬念留到最后 今天晚上第一位登台的歌手 他要演唱的这首歌 很经典 叫做刘洋活 叫做刘洋活 请大家 谢谢大家 哇 好漂亮哦 哇 好漂亮哦 谢谢大家 接下来 立白洗衣液我是歌手 今天晚上最后一位登台的歌者 他完全是一个新人 但是他的实力超群 他被说是 是秦歌王子 也有人称之为 催泪歌神 王子啊 歌神啊 来者不善哦 而且他今天晚上将演绎的是 来自于天后王妃的 金池 掌声 有请他的到来 战定 等光打开 哦 杨宗伟 哎呦 啊 啊 啊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杨宗伟 我也是 小思旁的 我来记者 金池 杨宇 通常很多 好歌 都是从女人的心思出发 嗯 何不也唱唱 男人的心思 用女性的观点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 是一个考验 男生的矜持是 怎么一回事 瘸再 dripp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 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 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 我的情意总是情意就要你眼底 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 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 你闭上眼睛紧紧吻了我 不说一句紧紧把握在你的怀里 我是爱你的 我爱你爱你 生命第一次我方向尽数 让你自己看向一切关于我和你 你是爱我的 你爱我到底 生命第一次我方向尽数 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 深深去爱你 我爱你 1 2 5 我是爱你的人 我爱你到你 生命第一次我放下情绪 任命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 你是爱我 你是爱我 你爱我答应 生命第一次我放下情绪 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 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 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 你闭上眼睛紧紧吻了我 不说一句紧紧把握在你的魂里 让我深深去爱你 你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他叫王文艺 姓王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空灵的感觉 其实我想到的就是 是台湾原住民他们很常在 比方说两座山之间 像遥远的对方很直挺挺的 然后你唱出来 我希望透过这个很直接 然后没有不假修饰的一个 一些声音传达到每个人的心中 老师好 哈喽 大家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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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哎呀 我姐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谢谢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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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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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老师好 你好 我是歌手 感谢大家 你们辛苦了 我这已经排不下去了 我也是 我觉得原来这是我写好的 但是他出来之后 我如果要是再写他 我就要把所有人都挪掉 我也是 我已经改过很多次了 但是 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我已经把它填在第二空上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排了到最后 王妈 陈铭 吉琴和杨宗伟 这四个人真的不相上下 我平好了 第一个是我们家的 第二个是 好吗 妈 第三个是纯明姐 好了好了 ok了 好吧 那我们就等结果了 今天晚上又发生了很多离奇伤人事件 怎么样 选人没讲错吧 这个 能够赶到这来踢馆的人 那当然了 对 对 拭目以待啊 哎 我做 他说 你调一次嘴 我做二个活成 对对对 他说他做太多活成 所以他让你做这里 哈哈哈 对不起 中文 中文 哈喽 好久不见 欢迎欢迎 认识吧海坚 对 我当时看完就 直接跟我经纪人讲说我要换一个 我觉得 压力好大 就是 每个人都 都好可怕 哈哈哈 对啊 对啊 那你还敢来 我其实也有空进你讲说我现在可以退出 哈哈哈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哈哈哈 谢谢 在这个台上唱歌怎么会想退出啊 对 谁脱我走跟谁等 哈哈哈 哎 你这儿这个衣服的镜头里特别好看 是啊 对啊 凭姐怎么把衣服换了好漂亮那个衣服 应该 多不下去 都这样子 哈哈哈 就从第一期到现在我瘦了有六斤嘛 就半个月就一天到晚就喝粥 想要减肥吗 进来我是歌手 现在好很多了 所以压力很大的 所以压力好大 我现在一直流汗 真的都是名副其实的歌手 这样 所以我我其实也蛮紧张的 但是唱完之后其实心里 呃有比较 舒坦一些这样子 对 呃虽然现在很舒坦了啊 但是时间很短 马上接受宣判的时候就才到了 那个那个那个时刻反正我自己 对我们自己看节目的时候都觉得我是旁观者 我好刺激好紧张 有没有什么感觉明杰 对 但是那个特别是导演 说的时候还老是 老是 看你一眼 然后看你一眼 就老是这样他讲 看看这个再看看你 真的吗 你没有开心 杨忠伟也可能就是 因为他我知道他是一个比较进步 所以 就会稍微显出点灰 唱的非常棒 他的处理很细腻 今天是八位歌手同时进演 观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给八位歌手投票 然后我们再剔除了 反场嘉宾表演所有的票数之后 今天这场的得票百分比 再加上下一场的得票百分比 就是你们两场最终的成绩 排在最后的可能在下一轮 才会被淘汰 立白洗衣液 《我是歌手》 第二轮第一次敬演 第五名 《我曾经爱过的人啊》 现在是什么模样 我愿意不会掉下来 掉下来 我们要飞到那样 愿意放开一看 将有一个新的歌手登场 获得第一名的是 立白洗衣液 我是歌手 第二轮 第一次敬演 第五名是 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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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那件衣服再穿上 果然是比赛的 接下来 我要公布 第四名 第四名是 我觉得千金老四不错 这不是白当的 一定要坚持 四嘛 或者三四五 第四名是 雨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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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经纪人 显得好像 很满意 当然很满意 我们是因为别人有失误 才会有这个机会 这种东西 可能就是命运 稳中求变 再了 就是稳 稳 然后至少我们还有机会 对 接下来 我要宣布第三名 第三名 上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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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做回三姐了 终于不是千金老四了 终于不买粉了 四姐 我还没有 他今天要是第四名以后 他说我要在这儿撒泼打滚 那我不用了 他跟我打了个赌 他说 要是你今天 不是优于四的话 那他就 在导演面前撒泼打滚 听这话也别笑 那我应该撒泼打滚 所以 所以他现在不用干这个了 但是进了一名 感谢大家 谢谢所有的 我先公布第一名 立白洗衣液 我是歌手 第二轮 第一次敬业 获得第一名的是 黄岐山 黄岐山 先公布第二名 第二名的获得者是 我今天表演完还蛮欣慰的就是 我把我想要的东西都很明明 精髓的呈现出来 就是这个感觉是 已经没有任何的遗憾了 祁琴 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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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表现 没有表现 要最后玩 最后 恭喜瑞哥 瑞哥 你也有今天 恭喜 恭喜 当时有愧 当时有愧 谢谢 恭喜小哥 现在我想先宣布 第六名 另外一位就自然的成为 第七名 第六名是 杨宗伟 人气还是挺旺的 所以我坏了 我说今天 够唱最后一 最后一歌了 第七的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我是歌手 这个节目 每期都给我第六名 那我有唱歌的机会就好了 沙宝亮 沙宝亮 那么 怎么样 我认为我们都是从平凡出发 对 我也希望我们 在这个业内的 所有演艺歌曲的人 都能够从平凡出发 然后一路坚守平凡的心情 走到最后 也归于平凡 这是我最 最最希望 我自己能够做的